hello 朋友们 欢迎回来 涛光玩具箱 风火轮呢 是刚刚流出了一个新模具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Nissan Lefnismo RC第二代 这车呢 是Nissan一年推出的一辆性能级纯电动赛车 这个可能是由于授权的原因吧 这个第一代呢 风火轮是没有出过 现在呢 是直接推出了该车的第二代 这车是四驱四电机 每台电机呢 是有一个26千瓦时的锂电驱动 最大的输出呢 是322马力 可以让这台1.2轮的车呢 在3.4秒内加速到1000公里每小时 但是讲道理啊 这个速度现在看确实很一般 从模具本身上来看呢 还是很漂亮的 同身车对比 车身上的各个细节都是很到位的 这个车前面大灯的轮廓 车灯下面的进气孔 以及这个前机盖的轮廓都有刻画 最值得一夸的是这次的模具 是直接把Nissan的logo直接铸造出来了 这种工艺还是很少见的 侧面下部呢 也是做出了一个空气动力学的出气口 往上看呢 是这个车门的轮廓 从后部看 这种一体成型的压住尾翼也是比较稀有的 同时车身后面也有压住的这个Nissan的logo 看来这个风火轮的铸造工艺又是升级了是吧 这台车会在今年的主线系列推出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跟大家见面了 还是敬请期待吧 好的 今天的资讯就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